高雄合发产业园区打造一万八千坪的商业区 看好未来发展 第一家进驻的首摇影就是高雄在地的品牌 使用台湾当季水果推出主打饮品 一开幕上门光顾的客人是络绎不绝 未来也有商家会陆续来营运完善园区的生活机能 漏闹非凡的战股表演在搭配五龙五十柱镇 位于高雄市合发产业园区的第一家首摇影店 正式进驻开幕 点餐客人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不仅要忙着制作饮料 还要打包外送 合发产业园区不仅有制造业等厂商进驻外 在一千八百坪的商业区 也有商家陆续营运 让整个园区的生活机能更加妥善 目前第一个开发的是这里 因为这里离八十八比较近 我们看好这里的发展 目前这里以餐饮为主 那未来的北合发 这里属于南合发 北合发那边应该会属于住宿类的比较多 住宿类还有一些包括外劳的宿舍 国务中心为主 合发这里距离大辽全站 应该短短的在三公里左右而已 那目前应该是也在规划 我们合发这里会有从捷运到这里的专车 以后这里会成为大辽地区的主要的一个商业行为 加上工业区的行为的两个模式在一起营运 利用当季的芒果作为主打商品 无论是打成冰沙还是加入茶饮再搭配芒果丁 都是清凉销索的盛品 连锁首摇饮品牌落实企业ESG 使用台湾当令新鲜水果 与小龙合作产地直送 依照季节推出主打饮品 让消费者可以品尝到熊德西的水果 因为台湾福尔摩沙是一个宝岛 那么水果也是四季都有的 那因此我们都以台湾各地 然后各季节盛产的水果来结合我们台湾的好茶 那台湾水果在这一块也是我们跟农业局 我们干物市政府有非常多的配合 去年呢跟农业局合作 凤梨这个饮品 那是以季节档期做合作 那所以呢我们在完整的规划好后呢 就一次的 然后做比较密集的推波 因此销售量蛮好的 短短两个月内 我们的库存备货都已经销售一空 企业使用低碳的在地食材 然后促成企业ESG的实现 那我们很鼓励这样的一种形态 希望能够国内的厂商 包含我们的连锁的饮料店的加盟 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多多使用 我们台湾国产的水果 尤其是水果除了是有当季的新鲜纤维之外 它也没有这些人工的香菌 年轻世代更喜欢使用那个清凉的饮料 用国产的水果当基底的话 能够增加台湾鲜果的产出 这家高雄在地的首摇饮品牌 去年就与市府农业局合作 在凤梨季推出三款凤梨饮品 不仅是用行动力挺农民 也希望借由一百多家门市 将高雄凤梨推展到全台各地 让消费者都能够品尝到台湾水果的好滋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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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